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首乐曲 是由黄以玲老师所演唱的人生的歌 那这首乐曲呢 它是形容一个人在一生中 有无数的悲哀以及孤单 那回过头去看的时候 有一种茫然的感觉 那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 不知道如何来形容 而对于未来也不晓得如何该怎么样的前进 或者是说配合着别人在生活 等等的一种心情上的一种惆怅感 那这首曲子呢 他的一种音乐情绪非常的执着 并且很沉稳 那他一个演奏上呢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发音的音色 发音的音色 不适合太亮丽 但是他要非常的浓郁以及有一个厚度 以第一句来讲 以第一句来讲 他这样一出来的一种音色呢 他就是带有一种情绪性的内敛型的一种情绪 那并不是说是 这次太高昂激动了 会稍微内敛一点 螺旋 带一点压 第二句呢会呼应第一句 那第二句里面呢 有一个情绪上的转折在 这一句要做得非常的细腻 如果做得太直接呢 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是在最后这个 微婉细腻一点 螺旋 这个拉的螺旋 在外旋的拉豆豆西的这一句呢 我们会把音色稍微的有一个往前的感觉 稍微亮一点 这里的螺旋呢 用滚螺旋 那频率不要 这太紧了 或者是 这太慢了 音符不会动 第一段里面的结束音会结束在这个拉 那这个拉的螺旋呢 我会用延迟的螺旋 那这样这样第一段里面的情绪 非常的有一个内敛深沉的感觉 下一段呢 他用了一个二把位的亮 有亮 具有亮度的音阶 那这一句呢 这个方是一个情绪的源头点 这个方我会建议带鸭楼 SOLASO呢 我会建议用内旋二子 那另外一种拉法 SOLASO是用外旋 我希望是用有音色变化跟螺旋的手法 可以处理的位置 所以我选择用二把位 这没有对错 大家自己选择喜欢的指法 这个咪咪呢 这两个音可以拉的比较直接一点 这个时候我一样会选择用内旋二子 做一个音色变化 另外一个手法是用外旋 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选择自己需要的指法 把这个方法一样收当压了 在这一句 螺旋二子也是内旋收给螺旋 然后这个是直接照音接按 这里有一个换把 到了之后要进螺旋 到了之后要进螺旋 那这一句呢 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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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间这一乐段的一个结束 所以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一样螺旋的频率会做一些改变 让它前后段有区别 那之后呢 我们会进副歌 副歌是这首曲子里面 情绪比较激动的乐段 它把音群也都写在比较高音区的二三把位 所以在低调演奏上来讲 会有一个换把的难度存在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挑战看看 首先呢 我们一样是把位置呢 都找出来 并且阴暗准 那音色上 我们会取一个比较亮丽 比较有穿透力的音色 第三指换把到高音收 拉高音的拉用小指 收一样二指 拉回来二指 接起来是这样 下一句会回第一把位 这一句呢 先首先是这个换把呢 换上来之后要记得赶快按 这里会有一个节奏比较困难的 蓝色来呢 它又一样是出现副歌的第一句 那这一句呢 比较困难的是它到第三把位 然后再做一个高音 然后再做一个拉米的换把 最后的结束句 这个结束句也是一样温和一点 在音色上控制要让它很有味道 那如果说有时候我们就是把音准节奏拉准而已 它基本上味道并不会那么浓烈 那就会就是说显现基本功很好这样子 但是乐曲里面不会只有基本功这个元素 它还会有一个音乐的成分存在 所以要考虑到音乐本身的情绪 它适当该给的音色 如果这一段拉的太基本功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就是一直用机的 基本功的方式下去拉 然后把它拉得很强烈很大声 那实际上它这个情绪里面 它还要有一种内缩 有一个内缩 等于说还是要保留一点七分满八分保 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有一个音乐的情绪 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有一个音乐的情绪 那在练这一首的时候呢 注意到几个点就是说 它的音色音量尤其是音量不需要太大 但是要在一个还是很饱满扎实的情况之下的音质 必须自己再去找这个音色 那接下来是它的楼弦 很多的长音是延尺楼弦 或者是带压楼的音符 那接下来就是说 在节奏上有许多的切分音形态的节奏 一拍里面的切分音 这个是比较有难度的一种节奏型 那到了副歌的后半段 会有第三把位的换把 这个也是比较困难一点 好那接下来我把它串起来 个节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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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